好 蔡委員你怎麼看 因為國際的聲音是越來越大了 我們現在看到包括了 聯合國人權辦公室主任 她就說她辭職了 她說你沒有辦法阻止 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的滅絕 美國英國是同謀 我們再看下一張 說到了國際輿論的壓力好了 譬如說來看到 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 9號宣布要召開人道會議 但是避免爭端沒有邀以色列 愛爾蘭總理他發出了很大的聲音 他說以色列息息行動接近報復 這是歐盟領袖對現在以色列 發出最嚴厲的批評 然後呢 土耳其總統艾爾頓說 將跟以色列總理納旦亞胡斷絕聯繫 然後呢 召回了以色列的大使 還有來看到斷交就是波利維亞 然後呢 那個波利維亞斷交嘛 結果呢 以色列就說 你就是對恐怖組織站在了一起 還有包括智利啦 哥倫比亞的召回大使 約旦啦 巴黎也召回了 駐以色列大使 還有呢 中部非洲國家查德 也召回了駐以色列的 把他列為臨時的代辦 我想問一下委員怎麼看 雖然有這些外交聲音 你可以發現到都相對比較弱小的國家 到目前為止歐盟有沒有說 要制裁以色列 沒有 你說歐盟有沒有人說要提案到 國際刑事法院去追溯納旦亞胡 沒有 可是在上一次的俄乌戰爭的時候 他們通通有這麼做 如果你比照一下俄乌戰爭裡面 對平民的態度跟尾巴戰爭對平民的態度 你會發現說這兩個差距太大 這雙標啊 那原因就是美國因素沒有別的 那美國因素啦 中國大陸要在這邊發揮這個力量的話 就要面對有個三圈的問題 什麼叫三圈問題 內圈是誰 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這個圈 這內圈 以目前來看大概沒有任何人有能力介入或干涉 現在內圈所發生的戰爭或衝突或任何事物 那再來中圈是什麼 就阿拉伯世界 那外圈啊 就是穆斯林世界 最外圈才是其他的國家 剛才這個阿良哥分析得非常好 就是在中圈阿拉伯國家的這個世界裡面 哈馬斯一直都是很孤立的 他孤立有幾個原因 因為巴勒斯坦人 他們的這個武裝團體 曾經在約旦試圖要暗殺約旦國王 跟約旦的首相 國王沒有被暗殺 首相被殺掉了 然後因為要奪取約旦的政權 另外的曾經在這個 這個同樣的穆斯林兄弟會 曾經在埃及發動這個阿拉伯之村 成功了 可是埃及的軍事政權就回來了 因為埃及的軍隊在埃及有特殊的歷史 跟特殊的社會影響力 所以埃及的現任總統啊 對於這個哈馬斯所屬的這些政治力量 事實上是隔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埃及對加薩走廊的態度 是非常的模擬兩可的 那約旦也是模擬兩可的 那其他的就像這個阿亮哥講的 很多聲音很大 事實上以前都跟哈馬斯是死對頭 比方伊朗是什葉派 哈馬斯是遜尼派 比方胡塞武裝 他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真主黨啊 所以他也是什葉派的 還有黎巴仁的 那個真主黨也是什葉派的 他們以前教派的衝突很激烈 所以雙方面借這個機會來共同打壓以色列 但是如果說要他是犧牲生命 浪費金錢去幫哈馬斯打這樣的戰爭 沒有人會動手啊 所以說結論就是 中間的阿拉伯世界不團結 對 跟外間的穆斯林世界看得受不了下去 他也頂多出錢 或者幫助難民 又送不進去 那國際上 也對美國啦 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但美國又一副 打太極拳的姿態很明顯 那中國能做什麼 就是要趁這個機會 去讓阿拉伯國家跟穆斯林世界 能夠站在美國的對立面 能夠給美國更大的壓力 因為你那個南美洲的國家 要給美國有什麼壓力 我看不出來 因為自從門羅宣言以後 沒有用 這個中南美國家 那些都是跟習慣性 跟美國的關係就是非常的特殊 所以真的是沒什麼用處 所以一定要整個 穆斯林世界跟阿拉伯世界 那中國有辦法帶領他們 共同給各界很大的壓力 美國才可能有辦法壓迫以色列 採取比較人道主義的戰爭 你說戰爭怎麼可能有人道主義 有啊 你看看 馬里屋普爾俄烏戰爭的時候 一輛一輛遊覽車 掛著聯合國旗子去把老人 女人小孩帶走啊 車輛還誰提供的 車輛不是烏克蘭提供 是俄羅斯提供的 不過要有地方去啊 他就是你要去哪裡 就載得去哪裡啊 他是說其他國家 可以去埃及可以約旦 他們同民族啊 他不讓他去啊 那這個問題 聯合國要做出這些要求啊 對不對 你如果這些國家 你都無法要求 你怎麼要求以色列啊 這些現實問題 所以聯合國要做出 這些國家的要求嘛 你約旦已經負擔了難民營 可是問題是 你聯合國就要出錢出力啊 你給以色列多少的武器費用 美國你自己問問看吧 動不動援助多少 這一點錢 現在用140多又給了 養難民不要那麼貴好不好 對啦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美國的阿拉伯團體 說美國的預算 143億給以色列 另外有一條35億 要做巴勒斯坦的難民營治軍 對 所以他們懷疑 美國跟以色列共謀 要把巴勒斯坦的人趕走 對 那因為以色列 也被找到了一個內部的文件 對啊 要把他趕走 所以要把加薩爾的人都趕走 對 所以這裡有一點共謀 我覺得阿亮哥喔 對 不是懷疑 就是這樣就對了 結果就是這樣 因為他已經把加薩城 加薩城不大耶 對啊 大概就是信義區那麼大而已啊 那個城中的建築這麼大而已啊 那炸一炸 炸一炸 現在整個十幾萬老百姓而已啊 炸爛了 他沒有公共設施 他怎麼待啊 不過你這樣就是 對啊 他事實上是得逞 就會搬到南加薩去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你趕走 就是把你趕走 就趕到南加薩 看你會輸送到別的地方去嘛 對 然後再找那個 耶誕和西安的那個 法塔政權 找一個年輕一代的人 就來這邊 去接管這樣 當總督嘛 那我不相信 兩國論會有結果啦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說 你當你加薩城 不在了以後 沒有人口了以後 你加薩還能成為一個國家嗎 好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在約旦和西安 你根本畫不出邊界 約旦和西安分成什麼 是把村落 分成三種ABC喔 A區是這個 這個 巴勒斯坦的法塔政府 有這個治安的權利 也有民事管理的權利 這是A區 B區呢 這個 他們只有民事的權利 然後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那個安全 治安的權利 治安權利 還是以色列負責 西區呢 就是混混區嘛 就是民事權利 跟治安權利 通通是誰 通通是以色列的 那ABC 這三個區域 不是一條線 可以畫得出來喔 那個美國選區 叫什麼榮園 什麼選區有沒有 畫歪來歪去 美國選中央 也不是畫歪來歪去嗎 那種選區 他比這個還歪啊 還歪 那你怎麼去畫出邊界 很多都散在裡面 對啊 都散在裡面 所以ABC 就巴勒斯坦的法塔政府 跟以色列政府 他們清楚說 這個村莊 有點像早期台灣 在開墾的時代 這個是郭家莊 那個是借家錯 這裡是蔡家村 各有各自的池塘 這樣分得很清楚 要做幫 分類卸鬥 大家知道要找誰打架 所以現在A大樓西岸 現在就有這種困境 那這種困境 雖然大家講說 應該成兩億多個國家 那我其實看不出來 有這個機會了 那你沒有這個機會 你有沒有北的方案 因為至少還有 200多萬人要養 就加薩走廊 也許你可好不好 我暫時不管 越旦和西岸 暫時不管 你先管加薩走廊吧 那你要怎麼 要在南加薩的部分 你也總該做出 一點成績來吧 那北加薩的部分 經過戰爭章轟炸 一個轟炸到公共建設 水管不通 水電不通 你要搞多久才弄得出來 那也是一代人的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兩國論 是一個給美國的壓力 那美國也改口同意 但是我是覺得壓力歸壓力 就要削弱美國在 穆斯林世界的影響力 這個是最佳的機會 要不然美國胡搞瞎搞的話 不曉得多少穆斯林要受害 那到時候就證明一件事情 那你中國對穆斯林比較好 還是你美國嘛 對 所以呢在中國大陸主持公道的時候呢 美國你就繼續的在否決嘛 那大家就看到 美國的立場是怎麼樣 全世界也攀在陽光底下 但是呢真的能夠做到多大的程度呢 也要看美國跟以色列的態度 因為他們還是有在聯合國上面的這些否決權 我想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呢全世界的這個輿論 就已經是這樣子了 我們以前提過27號 壓倒是你的通過的決議 就是呢 約旦這些國家有些決議 你趕快停火吧 結果呢當時是120票贊成 45票棄權 14票反對 但伊拉克說我也是贊成票 所以是121票贊成 44票棄權 14票反對 反對就是呢 像奧地利以色列跟美國是反對 反對停火啦 但是呢很多國家都是 是贊成的 好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民意的展現 另外還有一個民意展現 也就是呢在10月 我們看到是包括聯合國 11月2號 也用壓倒性的多數決議呢 敦促美國宗旨對古巴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經濟的 這些制裁 結果全世界喔 190多個國家 187票同意 2票反對1票棄權 到底誰反對誰棄權呢 美國跟以色列反對 烏克蘭是棄權 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全世界的民意 跟美國好像不太一樣 然後呢剛剛也特別提到說 以色列啊 傳出一個內部文件 要把加薩的人口全部 搬到了 趕到了西奈半島 埃及這批就說 你啊這是荒謬的一個提議 但是最近看到 你發動了這個地面戰爭 地道戰 這個以色列好像也沒 討到多大的便宜 光是呢這個密密麻麻的地道戰 可能會讓 以色列也會受到很大很大的一個衝擊 我們講到聯合國那兩個決議案 它都是大會的決議案 第一個大會 它是一種 就是說合各言而至的地方 它是一種公共議論的一個表達的地方 而且它通過的是決議案 沒有法律去梳理 對 沒有法律去梳理 可是它可以代表 對一件特定的問題上 這個國際這個輿論 國際社會的共同意願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講這個有關這個 以色列的這個決議案 基本上它是兩點要求 第一個就是立刻人道主義停火 第二個 停止對於加薩地區的各種 糧食電水的這種禁運 就是最主要這兩個 可是呢 美國居然反對 對啊 所以美國基本上還跑到那邊 他跑到這個布林肯 還跑到這個中東地區做穿梭外交 在聯合國表態 他還有什麼立場去跟人家談 他根本就反對 他反對停火的 所以人家就 人家就不會相信他嘛 所以一事無成 最主要的 以色列是 以色列是反對停火的 以色列的政府多次講的 非常清楚 他說現在停火就是什麼 就是幫助誰 幫助哈馬斯 你現在停火了 就是讓哈馬斯可以 可以有喘過一口氣 不過這個國際組織 那你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的就是說 只有美國跟以色列反對 然後烏克蘭 投棄權票這個議案 這個是 古巴的 古巴提了31年了 每年都提 每年的結果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那美國根本就怎麼樣 就是這叫 台語叫什麼 蚊子釘牛腳 蚊子釘牛腳 狗廢火車 沒有用 美國根本不甩 提了31年了 沒有用 31次 誰能夠讓聯合國真正動起來 這個就是安理會 安理會他在這個聯合國的這個 憲章的設計 他有個叫集體安全 你記不記得 聯合國還可以組聯軍 你記不記得 聯合國可以組聯軍 不只是維和部隊 他還進場打仗 那如果說 按照聯合國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憲章的規定的話 安理會如果沒有美國 在這邊怎麼樣 在這邊阻撓的話 用否則權 安理會可以讓聯合國 幾個同情出來 要制止以色列的國家 組織一個聯軍 直接派到戰場去幹嘛 去實行 這個叫 這個是一個專業名叫 集體安全 現在集體安全 是聯合國憲章允許 可是動得了動不了 美國只要一關射以色列的 就是否決 是啊 83個否決權 美國在安理會用過的 其中52個 都是用在以色列身上 所以呢 美國為了替以色列賣命 絕對不會讓任何的國際組織 對以色列 動以色列跟含毛 那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以色列其實現在 他根本不在乎國際輿論怎麼樣 他根本不在乎 是不是現在與世界各國為敵 他現在一切的作為都是什麼 都是建國的一部分 因為 內坦亞胡講的 這是我們第二次獨立戰爭 這是建國 建國 內坦亞胡這一群 這一群 這一群極右派的 以色列的政客 他們是根本不承認 巴勒斯坦人有建國的權力 對 他們打了五次戰爭 已經把巴勒斯坦人 趕出去一半了 現在住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 少於在以色列境外的 所以第六次 這個是第六次 這個對以色列來講是第六次 這個以巴戰爭了 因為內坦亞胡講的 這就是一場戰爭 這一場戰爭 他的戰爭目的是什麼呢 就跟他那份文件講的 要把哈薩走廊 最後這一批兩百多萬的 這個巴勒斯坦人 全部趕走 趕到西奈半島 全部趕到西奈半島 西奈半島過去 已經收了不少巴勒斯坦的難民了 現在再收有什麼不對 所以以色列是否認這份文件 他說這個沒有法律拘束力 他說 可是 他只是一個概念性的文件 他沒有否定 他沒有說我沒有這個意思 他就是有這個意思 只是說這是他的一個政策綱要 這個不是經過以色列國會投票 同意說 這就是我們國家目標 可是問題現在 我認為現在整個在這個 這個加薩走廊 以色列完全照他的軍事計畫在進行 在由軍只有一個考量 所有以色列現在加薩只有一個考量 就是以達成軍事目標 唯一的考量 其他的都不考量 剛剛講到說 這個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國際刑事法庭 對 在俄乌戰爭開始以後 你知道他們做了一件事 他們通緝 通緝誰 通緝普丁 你知道罪名是什麼 罪名說 普丁 把烏克蘭的兒童 移制到 對 俄羅斯 就這樣一個罪名 對 他罪名寫得非常清楚 就普丁 把烏克蘭的兒童 抵抵 他就移制 到俄羅斯去 就這個罪名 所以 通緝普丁 那請問一下 同樣標準 現在 那憲哥同還住得好好的 過得好好的 現在在加薩走了 講得好 這個 這個以色列說 你們這所有的人 不是只有兒童 所有的人 24小時通通給我 離開不就是 離開不就是 那怎麼 這個刑事法庭在幹嘛 所以我們現在 正好來檢驗 這一些 在 這一些西方主導的 國際機構之下 他在處理同樣性質的案件 他是不是有兩個標準 他是不是選擇性的 那我們提出這個問題 那如果說 這個普丁的罪名成立 可以把普丁 全球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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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現在對內台養湖 嚇得不是只有兒童 他是要 他要 他要把整個 加薩總統 以南以北的這些人 通通幹嘛 強迫離開 對 這個你要看這個 國際刑事法庭 他們自己裡面的 規章裡面 他的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強迫一群人 從他居住的土地 離開 然後呢 到他們 並不想去的地方 這叫什麼 這叫殘害人類罪 你們可以去查那個條文 寫得清清楚楚 對 那為什麼這個法庭都沒有做事 所以呢 就是因為這些法庭都沒有用 聯合國也被美國癱瘓在那裡 所以以色列現在整個的作為 只有達到軍事目標為目的 軍事目標為目的 其他的 一概怎麼樣 一概不理 來了 還花點時間 把你反駁一下 要不然就 你知道以色列的這個 政府的發言人在電視上 那個記者怎麼訪問他 訪問他 那你死了這麼多平民 中間一萬平民有差不多七成是婦女跟兒童 你怎麼說呢 他說 我對他們也很同情 跟我同情所有在這次戰爭中 死亡的婦女跟這個兒童一樣同情 那人家最後他說 可是問題這些還在進行啊 你這個數目這麼龐大 你怎麼說呢 他最後怎麼說 這位以色列政府的發言人 他說 你看過哪一個戰爭 在兩軍交戰的時候 能夠完全避免平民的傷亡嗎 這就是以色列的態度 這就是以色列的態度 這裡我補充一下 以色列是講到更赤裸 他說你美國打阿富汗跟伊拉克的時候 你有考慮過平民的損傷嗎 美國牙口無言 是 真的是對於自己小祖宗 美國沒轍了 亮哥你怎麼看 美國都說自己可以打兩場戰爭 那這一次呢 停以色列現在呢 動用了五艘的航母呢 現在全世界動了起來 他有相關的部署 我們現在看到呢 是他有公布 再派了三百人的部隊 已經啟動 所以加起來之前九百 加起來是一千兩百人 到了以色列這個地方 要來幫忙 那另外呢 美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也說要向中東地區派遣武器 跟裝備的部署 然後美國的這個呢 巴丹號兩棲攻擊艦 抵達到以色列附近的海域 在這個地方了 然後呢 他也在這個地方進行了練兵 譬如說福特號跟艾森豪號 這個呢 戰略的他們的核航母 然後呢還有呢 惠特尼山號 這些都來到這個地方進行了演練 然後呢 現在也可以看到說 他有五艘航母 他其實都動了起來 美國現役11艘 但是呢 通通有五艘在部署的狀態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說五艘航母 第一個華盛頓號 坐鎮自己美國 然後艾森豪號 還有呢福特號 是要來中東這個地方 威擇中東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今天也會提到說呢 在亞洲的部分 卡爾文森號跟雷根號也來了 我們現在聚焦就是美國五艘母 然後呢 威擇中東這邊 亮哥 這個叫大炮打小鳥 事實上用不到 他大概只是對遠程的武器 做攔截 那坦白講現在 沒有任何中大型的國家介入 對啊 哈瑪斯只有2萬多 黎巴嫩、珍珠島只有3萬多 用不到這個雙航母吧 我坦白說 這個 美國真的有派兵去 是撤僑準備 就是以色列如果真的 開始內部被攻擊 那因為美國在以色列人 蠻多的 蠻多的 因為他投資非常大 有人說有14萬 那非常多耶 你看台灣美國人才多少人 所以 撤僑準備就是說到時候 航母是要載人走的 所以 到時候你需要有地面部隊進去 那準備要拉出一個安全通道 我覺得他大概只是這個準備 真的軍事上用 大概就是 做那個 無人機跟飛彈的攔截 火箭彈的攔截 其他我認為很有限 但是美國這次呢 5艘航母的部署 我們之前說11艘 我們知道航母都有333的原則 1分之1維修 1分之1部署 還有1分之1在訓練 那他這一次擺出了5艘航母 然後大家也被講說 其實你真正能夠動大概3艘 但是你把5艘 通通都搬出來 也代表什麼呢 有些航母 他是加長了 他的一個服役的時間 比如說福特號 他可能已經快要6個月了 結果現在呢 他因為又有東西要去 又要去壓陣別人 所以他又延長他的這個時間了 所以呢 他是擺出了這個陣仗 但是也被說 有一點這個擠出來的 不過也有一些人質疑 福特號常常會故障 對啊 所以就要另外一艘航母在UOB 所以兩艘航母就是 這個是栗將軍的觀點 OK 我轉述 因為福特號已經 固戰很多次了 所以才沒有辦法換 所以要有一個UOB這樣 這個 我真的不認為 這個是真的準備作戰用的 OK 這個因為對手真的完全不一樣 不同量級 差太遠了啦 對啦 以色列就夠了啦 是 那 美國 美國倒是要去擔心 這個143億 什麼時候才能給以色列 以色列這場戰爭 他花錢花得很兇 我看過一個 軍費的估計 他第一個月就花了20億美元 第一個月 就花了20億美元 這花得很兇 你看打哈瑪斯用到這樣子 是啊 不過當然有大量的空襲 有人算過啦 說他射的導彈 相當於阿富汗一年 對 他才打不到一個月就 打了什麼 阿富汗一年的那個粉飛彈 對 所以他真的是打得很兇 那這個錢你剛才說 什麼時候給他 這個是一個關鍵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個烏克蘭也很緊張 說我們整個被拋棄了 烏克蘭最近好像給了他 4點多億嘛 就是擠出來的啦 因為你看140多億給他 然後但是就是沒有包括 那個烏克蘭嘛 所以呢烏克蘭的這件事情 美國是又給他4點多億 但是烏克蘭你看 澤倫斯基跟馮德萊恩 最近又召開記者會 結果呢 澤倫斯基說中東發生戰爭 搶走外界對烏克蘭的關注 然後呢 但他有否認說西方施壓和談 不是戰事陷入的僵局 因為那個NBC爆了一個料 對 說美國跟歐洲的安全的官員 秘密在討論 說是不是要犧牲 烏克蘭的領土來換取和平 那剛好美國最近做了民調 那共和黨人大概有55%可以接受 所以澤倫斯基當然會擔心 可是最近又傳出另外一件消息 對烏克蘭非常不利 什麼事 就是澤倫斯基承認 他掉了57萬件武器 嘿嘿 這就是西方他指控你的 然後 而且那個報導對他非常不客氣 他說發現在哈馬斯裡面 看到了他們給烏克蘭的武器 我認為這個就是甩鍋動作之一 就是說你管理的亂七八糟 而且澤倫斯基承認 他說我們很遺憾要告訴大家 這個掉了武器是真的 57萬件 怎麼會掉這麼多件 這個軍品盜賣 在烏克蘭本來就有悠久的歷史 以前都有做成電影的 以前沒有再踏法你 是因為現在怎樣 這個局勢也變了 而且賣大部分都是賣到中東 而且很多都是賣給 這種激進的團體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輿論 對烏克蘭相當不利 那 共和黨有八個人 堅定 表示一毛錢也不給他 不給烏克蘭 然後也有一些趨勢在發生 比如說斯洛伐克亞 他政黨輪替 那新的總理 停止軍援 他也跟俄羅斯不錯 他這個 他親和派沒有錯 可是他已經連動到 中東歐那一代的國家 所以很可能 這個斯洛伐克之後 搞不好他會影響到捷克 會影響到波蘭 會影響到匈牙利 所以他的處境會越來越糟 因為大家不要忘了 斯洛伐克亞 當初是第一個跳出來 給烏克蘭武器的國家 結果現在是第一個說他不要給 不只是如此 波蘭當初多挺烏克蘭 然後之前也因為農民事情鬧翻了 沒有錯 所以 坦白說我認為這人是第一 他現在是出來說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答應這個 割讓領土 他目前當然是這樣說 可是我覺得未來會有滿多變數 對 未來很多變數 重點是你看 當初西方或美國那麼的挺 挺以色列 不 那麼挺 這個烏克蘭 結果呢現在一年過後 過去呢 這個國際的現實也被 攤在陽光底下 我想特別問一下 我們的蔡委員 因為呢這個美國 我們都知道說 他有11艘航母 那現在呢擺出了5艘航母 感覺浩浩蕩蕩蕩 但是也被說 你就是不斷的讓你的這個軍官 加強 加長他的一個 應該休息的時間 你就不讓他休息 譬如說 我們都知道 那個美國海軍時報也說 美國的艦艇很老化 然後這個情勢是加劇的 那同時部署 這麼多的航母 真的相當罕見 我們都知道333原則嘛 三分之一海上部署 三分之一維修 三分之一訓練 所以你真的能夠出來 大概就是三艘而已 結果你現在呢 還放了這麼多出來 你真的可以說 航母數量也是捉襟見走 因為這才是常態 這三艘航母出來 是在推銷 推銷美國的武器的 因為航母上面會有 很多的F-35嘛 B 可是人家可以賣 他F-35C 或者賣F-35A 那同時呢 他可以亮相很多 攔截這個什麼 浮賽武裝的 導彈的防空系統 他可以這個表現出 他還有什麼 戰斧飛彈啊 什麼 一大堆武器系統 他結論是什麼意思呢 你只要看看 美國最近股票不好 但是軍火商的股票一直漲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不斷下訂單啊 烏克蘭下訂單啊 日本人下訂單啊 德國下訂單啊 中東國家 每個人都在下訂單啊 是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美國的武器出口博覽會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而且他運武器到給以色列 你要知道戰爭有時候是很 很怎麼樣 很殘忍 很這個 污衛的 看到那個戰場上 有那麼先進的武器在殺人 旁邊觀眾 不是同行 那個受害者 而說 那個武器不錯啊 我也要下訂單 會有這種 這種效應出來 你說 這個世界怎麼會這樣 事實上就是這樣的 因為很多旁觀者啊 跟他無關啊 他就會想說 那我要那一款武器 所以對美國來講 他現在固然是表面上說 我派出這麼多軍艦 有兩個戰略好處 第一個 伊朗其他國家 想動不敢動 我已經早就 美國早就 早恐早損 就是要修理你什麼 伊朗啦 那伊朗內部我會產生說 有美軍在那邊 我們最好乖一點不要動 所以使得戰爭 尾巴戰爭單純化 那第二個是什麼 因為伊朗跟 跟以色列本來就 有很多可能會發生 戰爭的因素 那也就是告訴以色列 你專心去打加薩走廊 你不要分心想要去打伊朗 減少這方面衝突 要打我來打 你不要動手 會有這種涵異在裡面 那至於其他什麼真主黨啊 什麼敘利亞的伊朗訓練的民兵 什葉派民兵啊 或者 那個都上不了台面啊 那個都是 應該什麼 輕裝步兵的那種角色而已啊 以色列斯現在是已經把他的部隊 弄成重裝部隊喔 重裝步兵在準備打這個城鎮戰喔 至於哈馬斯現在很多媒體都說 五百公里的地道戰喔 已經很難攻 我開始同意很多的 軍事專家的看法 因為哈馬斯的地道 不是以色列要進攻的對象 是以色列要毀滅的對象 他沒有要進攻進去救人子啊 或者幹嘛工作啊 他直接要把地道毀滅 填塞 搓乾 灌水 他主要是做這個動作 所以喔 以色列沒有要攻進去 所以不會有什麼 了不起的地道戰 只能有地道口戰 不會有地道戰喔 基本上除非要救人子 要不然不太會 第二個 他跟越南時代的地道又不太一樣 越南的地道的話 是要從北越運輸兵員 運輸槍戒 運到南越去 所以他是一個交通路線 跟這個 目前這個哈馬斯的 要做為城市防守的不一樣 那500公里的地道 我們看起來好像很長 他不是 原來發現 他大部分都在加薩走廊地道 附近在繞 從這個醫院口到那個學校口 有點像地下街道 等於是我們那種地下人行道 蓋了很多 那個東西是很容易被毀滅的 你再深都容易被毀滅 所以這個 以色列會實施什麼更殘酷的手法 我們不知道 但眼看著 以色列認為 一個月裡面 要解決哈馬斯的地面作戰 你就知道 他根本沒有想要打地道戰 所以情節跟以前的不一樣 到時候 一個月以後 反以色列的世界輿論 還會有嗎 我也擔心會很快就消失了 證據在哪裡 當時俄羅斯戰爭 全世界反對 這個俄羅斯有多激烈 現在還有嗎 沒有啦 你看 人家打了600多天好不好 這縮小版的嘛 托爾斯泰的書也被禁 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也被禁 俄羅斯貓也被禁 俄羅斯運動員也被禁 你到今天有誰制裁以色列 對 以色列只有一本偉大的作品 叫做《就業聖經》 你怎麼禁 你也不能禁啦 所以 全世界面對這個局面 基本上是處於無力感 很嚴重 是 你再多的去 什麼白宮前面抗議 什麼抗議啊 面對這個銅牆鐵幣 我是不樂觀的 對 很多人都很 怎麼樣很灰心啊 就是說 這個21世紀 怎麼還會發生 這麼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 大使曾經也在節目當中 不斷地說 怎麼還會到現在的時候 還有這種類似 所謂的種族滅絕的事情 怎麼還會用到 這樣子的武器的事情 大家都不想要看到 大家都在問為什麼 那另外再來看到 如果這個局勢呢 不斷不斷地升級的話 大家也擔心說 這個會不會牽動到油價的部分啊等等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伊朗可能目前現在是 比較是寒寒的狀態 不過呢 可以看到說 如果他真的有介入的話 世界銀行有警告說 也許每桶這個油價 會來到140到157美元左右 好我們再看到下一張 美國呢就擺出了這個五艘航母的部署嘛 想要威責中東跟中國 但是中國大陸這一塊有在怕你嗎 我們先來看看說 美國啊其實 再回到上一張 我們先看到說 這個下禮拜的時候呢 美國跟中國大陸要進行呢 核武的管制 那華爾街日報說 這是歐巴馬政府以來的首次 然後呢 美國不斷地說 中國大陸核武好危險 大家先怎麼看 說什麼大陸啊 現在有500枚的核彈頭 2030年前會來到1000枚 毛尼就說這罔顧市值跟偏見 譬如說 就核彈頭來講的話 你俄羅斯現在部署了 實際上可以發射的話 是1500多快1600了 美國也是1500多 那你總數呢 一個是快6000一個是5000多 中國大陸就是被統計 是350到500左右 那跟你差這麼多 然後呢最近呢 美國你看 又擺出了這個五航母 我們再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就可以發現說 美國要威責中國大陸 但是中國大陸 會怕你嗎 來看到包括的是 卡爾文森號 到了西太平洋 雷根號 到了南海去 當然要給菲律賓底氣嘛 這是在亞洲的部署 我們再回到上一張 中國大陸派出什麼呢 派出了山東號 還有洞五五 回到上一張看一下 這個中國大陸 擺出了一個陣仗 來看到呢 中國大陸這邊 包括了 有捕捉到 像是呢 這個 這邊好了 山東跟雷根號 之前有相距150海里 然後呢 雷根號當然是去南海去了 山東到了西太去了 然後呢 總計呢 它其實不只是山東 還有包括了 一艘洞五五道了 三艘的052D 跟三艘的054A 所以加起來呢 其實九艘艦艇的這個編隊 到這個地方 儘管呢 它是一艘對兩艘啦 不過 洞五五或052 這些能夠發射什麼呢 應急21啊 還有五大優勢 美國 你可能會擔心這個 航母殺手嗎 速度很快 體積很小 威力很大 精度又很高 無法攔截末段式十馬赫的速度 大使 對 其實 其實 現在的這個航空母艦 大概威責一些 沒有所謂超高音速艦 就是說 不管是艦對艦 地對艦 這種所謂的 這種 這種飛彈的話 是有點用啦 可以威責這些國家 比如說 美國的兩艘航空母艦 開到東地中海 這些國家沒有這種 超高音速的 這種 這種 殺手艦 對 航母殺手 航母殺手 可是 如果 到了中國大陸沿海的話 中國大陸不管是岸基的 或者說 這個好 艦載的 或者說 空射的 基本上 這個好叫櫻疾21 還有東風21 這是航母殺手 對啊 1721 你來 兩艘又如何呢 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那 三顆四顆 你這些航母就 就 葬身大海了 對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 你武器多驚人 而是 你有沒有 你是不是所向無敵 你到某些地區 你所向無敵 而且呢 你這架航空母艦 離中國的海岸這麼近 對 中國大陸說實話 不要說海岸了 中國現在055大區 上面就有櫻疾21 它有12槌發 它就可以發射 它就是艦對艦 它有112個 112個 這個好垂直發射井 這裡面裝幾顆櫻疾21 還不太清楚了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事實上的話 現在已經有空在的話 這個重型戰鬥機 殲16的話 它可以從空中 空中發射 那最後的這個打擊的時候 死馬赫 你根本來不及打 空6K也可以 對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事實上 它到了這個 中國大陸 進入第二島鏈以後 它是 尤其航母來講 它是高 冒著風險 冒著風險 就是說 我認為 大概只有威責的效果 可是作戰的時候 一緊張的時候 它就要撤出去 為什麼 因為傷亡太大 那兩次台海的危機 對不對 我們去年 跟今年兩次 美國的航空母都是往後退 對啊 為什麼 因為情勢緊張 情勢不緊張 它就進來 情勢一緊張 它就退了 對 所以呢你看 美國的航母呢 在以前的中國大陸 沒有反制的手段的時候 它可以到中國大陸 附近呢 去抵近偵查 或者是到了所謂的 自由航行的一個狀態 但中國大陸現在你來 沒錯啊 你可以來沒錯啊 但是呢 中國大陸會有反制的一個力道 那你美國 會不會呢 會認慫了嗎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任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為了請選擇 我們請選擇 請請選擇 請選擇 請選擇 呻請 盧可 請選擇 請選擇 強行